因为觉得英文很重要 小朋友从小就让他补儿童梅语 那自己也觉得应该要认真学好英文 不管是我之后工作上的需要 还有出国旅游 还有小朋友课业上的协助 这样才能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 就是我上网有搜寻到 长春的数位订阅制的影片 然后一开始被免费学习吸引 我也没有固定的时间可以上英文课 所以想说利用上班零税的空情时间来学习 我后来就注册了免费试用七天 然后觉得内容非常的丰富 就开始订阅 到现在听见都有使用 长春藤数位订阅制对我来说 它很像一个互动的数位的 英文学习的影音图书馆 因为它里面有非常多的主题 然后在那个会员中心里面 有个我的阅读森林 可以依照自己的兴趣来设定喜欢的主题 文章阅读 我喜欢的格式职场实战应用 还有旅行美食 还有单字发音文法 然后我只要在每天进去点阅的时候 在不知不觉中 就可以学会更口语化的英文 然后我最常使用的功能就是听讲解了 我会先听一遍朗读文章 然后再听一遍老师讲解 那如果听不懂的地方 就可以再重新播放一遍 那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 它可以调整语速 通常我都是正常的速度听一遍 然后再放慢速度听一遍 不懂的单字的话 它可以有一个收藏的功能 那连文章都可以收藏 文章的旁边还有一个 可以做答题送点数的功能 得到点数之后 还可以拿来做购物集锦 让我就是学到英文 又得到奖励回馈 然后还有一个贴心的功能 就是绑定LINE 它就是会在固定的时间提醒我上去做题 然后还有新的文章 它也会通知我 因为我平常很忙 然后有了这个功能之后 我就不会忘记上去做题 那这真的是一个很贴心的功能 就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啊 因为透过我自己设定的主题 就觉得英文好像变得很有趣啊 然后我们每天都会进步一点点 然后对自己也越来越有信心 它的文章也会一直不断的推陈出息 像我就看到一个单元叫英文诊疗师 它就是介绍一些平常常常会使用错误的英文用法 那我们平常在使用的时候 都没有发现自己讲错了 听了LINE老师的讲解之后 就可以马上修正过了 它的价格非常的优惠 像我小孩一个月的英文课费用是2000多元 订阅制一年只要1600多元 真的很便宜 就是它使用上很方便 不管是在同情还是做家事的时候 我只要拿出手机 然后就可以马上直接学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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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